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一個即將成為競技場人權的角色 霞 台版應該是這個月就會實裝專武了 我預計專武月中會跟復刻池一起實裝 霞的專武效果是一技的傷害會略微提升 然後束縛時間會從原本2.5秒增加到2.5秒加上範圍內的敵人乘上0.2 如果對面五個角色全部都在範圍內 開場就會束縛2.5秒加上5x0.2 束縛整整3秒半 效果相當驚人 那實戰打起來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場實戰吧 好啦 那我們就先完整的看一場 之後再來講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我會不會再次在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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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 首先來到第一場 那這一場的時間是九月中 這時候泳裝狗拳在日版剛實裝不到一個月 所以他還非常夯 不管進攻還是防守都是非常多人使用的 而我方則是大膽的採用了霞當坦克的陣容 那霞當坦克有什麼效果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因為他是一號位 所以他會第一個到達定點 我們這時候可以看到霞跟梅里已經到點了 正在剎車 而後面這三個角色還沒到定點 對方四個角色也都還沒到定點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好 這個時候我方五個角色都已經到點了 正在擺POSE 然後對方這四個角色都還沒到定點 好 再往前看一點 好 這個時候我方霞已經擺完 他POSE已經站穩了 而對方的狗拳正在翻他的跟斗 等他翻完跟斗落地了 好 這個時候我方角色POSE都已經擺完了 處於一個靜止狀態 接下來就是要放1技了 而對方這四個角色都還在擺他們的POSE 好 再往前看 好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是霞先開始放1技的 就是角色會按照他們先到點位的順序來開始放技能 所以我方角色12345這樣子輪流放1技 然後對方也會從2345這樣子來放1技 好 那這個時候繼續往前看 好 這個時候我方的1技都已經放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頭上框框都沒了 而對方的1技還正在施放中 像這個佩可他還在飛在空中 然後這個泳裝狗拳1技是推人 那正在施放中 好 那結果他們4個角色1技都還沒放出來 就已經被俠捆綁了 而且這捆綁時間非常的久 就是我剛剛說嘛 2.5秒加上人數乘上0.2 所以是2.5秒加上0.8秒等於3.3秒 在1分26秒的時候他們就被綁住了 好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我們看他什麼時候會醒來 好 1分22秒 終於醒來了 就是他們什麼事情都還沒做 然後我方角色1技都已經放完2技了 他們才剛醒來 而且泳裝狗拳已經沒了 基本上對面這4個角色少了泳裝狗拳之後 他們幾乎沒什麼殺傷力 所以後面基本上就是任我宰割了 這場戰鬥到這邊其實就已經算結束了 後面就是隨便收割了 然後我們剛剛因為焦點比較放在綑綁的部分 所以我們往回倒一下看其他角色都在幹嘛 順便說一下這幾個角色的用途 第一個是霞 霞是這隊的核心絕對沒辦法換 不要問我說沒有霞可以換誰 霞就是非常重要 霞之所以是四星 單純是我順便不夠 五星決鬥會更好 所以有能力的話 霞就五星吧 第二個角色是梅里 那梅里除了可以幫霞補血之外 還可以有個團補 並且幫全隊加攻擊力 梅里在這隊也算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沒有到完全無可取代的第一步 但是還是非常重要 第三個角色是七七香 七七香的效果就是開場降個防 七七香沒有說到無可取代的地步 基本上它是比較可以換掉的 你要是沒有七七香想要換別人是也可以 之所以要換誰後面會看其他的陣容 第四個角色是初音 初音就蠻重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初音做了什麼 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 好 我們這次把重點放在初音身上 初音開場砸他的一技 我們看對方的這幾個傷害是誰打的 這個2998 2720 1819跟1263是俠的一技的傷害 而這個4887我們看初音身上有一個80 所以很明顯這個兇手是初音 那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隊友這邊看一下 然後 這個3815跟7630是兇手是泳裝正步啦 那因為他開場的一技是隨機的目標 所以這個打到誰是不能肯定的 就是有運氣成分 好 然後 這個21 373是初音打的 所以這個泳裝狗拳幾乎是初音一個人收掉的 所以這隊初音雖然沒有到完全無可取代的地步啦 但是他已經算是非常好 我不會優先換掉初音啦 我覺得初音還是非常好用的 那如果你要用這隊又沒有練初音的話 我建議還是練一下 因為這隊可以用蠻久的 那最後這一個就是泳裝真步了 那泳裝真步它是這隊裡最可以被換掉的角色啦 因為他開場的一技 隨機目標實在是太運氣成分了 好啦 第一場差不多就這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場吧 基本上這隊只要對方是單核心 然後是 這邊先暫停一下 這邊泳裝真步運氣比較好 就是開場的一技砸到泳裝狗拳 1分25秒就直接秒掉了 這個是運氣成分啦 因為泳裝真步的一技是隨機的目標 這隊只要對方的單核的物理輸出角色 是前衛或是中衛基本上都可以秒掉啦 就是你只要讓對方那個角色會被綁到 並且降到防 基本上開場都可以秒 那後面在對方少了他的主要輸出角色之後 基本上大部分都會贏啦 勝率大概有九成以上 就是只要收掉了對方的主要物理輸出角色以後 那由於泳裝狗拳跟萬聖炸彈人這兩種角色 到日版現在也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在3V3盲打 這隊的勝率算是非常高的 只要撞到泳裝狗拳跟萬聖炸彈人 勝率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這隊還是非常好用 而且也可以用很久 我是還蠻推薦 你有這幾個角色可以練一下 好啦 那這是第二場 OK 接著就來到第三場 前兩場的時間點是九月多的時候拍的 後來九月 十月 這兩個月我那一隊一直有在用 只是都沒什麼變化 所以後來就沒有錄影片了 然後來到了第三場也就是十一月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有萬聖炸彈人了 那我的陣容也有變 所以我又拍了影片 基本上這隊其實十月多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就是有萬聖炸彈人的時候 那核心一樣就是開場 綁了對面 然後把他秒掉 只是我這邊角色有換 就是我把七七江換成了美笑 然後放了泳裝黑貓 也就是台版即將復刻的泳裝黑貓啦 我覺得美笑這隊來說算是蠻好用的啦 那泳裝黑貓的話 他主要是拆坦比較好用 沒有說一定要他不行 如果沒有泳裝黑貓 四眼勉強可以用啦 只是說拆坦上可能會遇到一點困難 大概是這樣 那這場跟前面幾場比較不一樣的是我是受害者擔當 那這個是我3D3的防守隊伍啦 有時候可以錶到一些人 放了炸彈人 還有泳裝靈眉 那對面的組合跟我前面幾場都有點不太一樣 他是使用了七七香 六星黑貓 還有美笑 那前面兩個角色都不變了 就是蝦跟美里 好啦 那我就爆炸了 雖然有一個空花啦 好像很會扛魔法 但其實也扛不住 這隊基本上沒有說拆坦拆不掉的問題 就算是空花都可以打到死 火力非常兇悍 畢竟霞的特大降環不是開玩笑 好啦 那操作到這邊 我就爆炸了 好 然後是下一場 這場比較特別一點 對方是使用了六星妹弓的防守隊伍 而這個六星妹弓理論上是非常克制我這個組合的 只是對方這場的組合非常特別 因為他使用了立馬加上四個後衛的隊伍 所以對方會跑到我的範圍裡面來 那我就大膽的使用了這隊來進攻他 不然理論上這些角色是收不掉六星妹弓的 我們可以看到開場一樣是差不多到2技的時候 這個妹弓就沒了 只是如果對方的坦克是一般坦克的話 範圍攻擊打不到妹弓的話 就等他TP滿了 然後再放個UB 我放就直接會被全秒 然後另外一提對方這個立馬是五星立馬 不過就算他六星我覺得也是會贏 因為我覺得立馬五星跟六星打起來其實差不多 好啦 後面不重要就虐菜吧 反正對方已經沒什麼輸出了 隨便打一打也會贏 好啦 看完那麼多場了 來做個總結吧 台版這個月狹專武應該是會實裝 但由於環境的關係 目前環境還是很多的美效 那是不會被霞坦隊給克制到的 所以霞暫時還不算人權 但等到下個月泳裝狗拳實裝後 霞就會變成人權了 再到往後六星黑貓實裝後 霞身為六星黑貓的好夥伴 也是重要到不行 人權指數再往上提升 沒有霞的六星黑貓就等於廢掉了一半了 後面霞在3v3會遇到的最大問題是 為什麼只有一隻呢? 六星黑貓也會想要用霞 然後遇到永狗跟萬聖炸彈人也會想要用霞坦隊 但是霞只有一隻 所以大家就只能來搶了 台版這個月的HARD會可以刷霞的碎片 還沒有五星的玩家 加倍的時候記得要重置來刷 霞實在是太重要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播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